感动人心的游戏故事 美丽水世界 我是专家 2014年12月16日 一款名为Supnautica的测试版游戏上线 很多人被这款来自一星深海的美景和故事情节所震撼 而这款游戏在当时并没有中文版 也没有中文名 民间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 美丽水世界 而游戏中的一名玩家 吃喝不愁的Leaf 参与了游戏的汉化工作 其精准的汉化 以及录制了许多的游戏实况 使得越来越多的玩家喜爱上了这款游戏 很多老玩家在打开游戏时 都能在游戏中看到它的名字 他一直默默的免费为大家提供最新的汉化程序 在2017年3月 他却因为胃癌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他一直坚持更新汉化补丁 坚持到2017年的2月5号 在住院期间还不停地回答游戏玩家的问题 而在他去世后 汉化组和贴吧决定向制作组写信 而官方制作了一个纪念品 来纪念吃喝不愁的Leaf 如今游戏已经拥有了官方的中文名 深海迷航 而美丽水世界和吃喝不愁的Leaf 永远记在汉化玩家的心中 希望他一路走好 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汉化工作者 使他们让世界玩家的距离变得更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